好来看到南回公路台东大五香南新路段在晚间六点多发生重大车祸 一辆白色轿车不明的原因失控撞进一家海鲜餐厅的大门口 撞上门柱车体是严重的变形 还把餐厅挡在门口轮胎以及防撞物品撞得四处散落 车上一对男女伤势很严重 救护者员抵达时失去呼吸心跳 目前已经送到医院来治疗 扭曲变形的车体把女驾驶跟富余驾的男子紧紧夹着 好不容易破坏车体救出两人却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驾驶菜心女子和副驾的黄姓男子送医不治 酒测值还要另外进行检测 据报是一台自小客车自撞 晚上六点多白色轿车不明原因失控 突然从笔直的南回公路撞进路边海鲜餐厅 车头撞碎坐前轮也几乎变形 整辆车被强大的撞击力道卡进门口的柱子上 车上座位区挤成一小团 救难队员赶到的时候 出动工具破坏车体 才终于把两人拖出车外 不明原因制造海产店的住击 这段双向双线的公路路段入夜灯光微弱 加上距离路边店家很近 疑似驾驶没有注意直接冲撞 强大的撞击力道 连餐厅门口的防撞轮胎杂物都被喷飞四处散落 餐厅当时已经打烊 紧销积极寻找目击民众 详细肇事原因还有待进一步鉴定 记者刘宁强台东报导